好 观众朋友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2020超级新人王 75公斤级尖腰带争夺的第一轮的比赛 75公斤级这个级别的8位参赛选手呢 可以说是囊括了近年来中国各大赛事的顶尖高手 有世界前三 有全国冠军 也有这个名将的高徒 可以说是中国75公斤这个级别的一次大检议 这是A组的第二场的比赛 红方选手来自河南郭强格斗的尼俊 南方选手来自郑州顺人国际俱乐部的徐元庆 小组赛我们依然采取的是单循环赛制 8个人分为上半区和下半区 上半区4个人要进行这个轮番的交战 也就是进行3人 每一个选手都会碰到 最后谁的积分更高一些 谁进入半决赛 半决赛剩4个人以后再进行这个决赛的较量 最终来决出75公斤级的中国超级新人王 是啊 哦 这刚才一个交叉拳由前摆拳由命中啊 红方选手尼俊他曾经是郭强的陪练 2019年打过一次林峰 当时是TKO了伊朗选手 伊朗选手瓦克利 哎 怎么了呢 尼俊现在示意一下可能都碰到头了吧 但在之前的这个拳法的两个的比拼的过程当中 尼俊稍微占了一些优势啊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在身高上面 宣企有一定的优势 但在这个升级的维度和力量上面 这个尼俊还是有一点点优势 好 徐元庆身高1米85 尼俊的身高1米80 好 高出来尼俊5公分 哦 又好 又是一个前摆拳 徐元庆在武林峰的战绩是两胜的战绩 打过两次比赛都赢了 确实这个小伙子啊 然后这个技术比较全面啊 而且是也是非常的灵活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做能做这个原地的这样一个飞溪的动作啊 所以大级别很难得 也非常地有潜力 但今年 今天遇到这个尼俊确实 也是非常有实力啊 还有10秒 好有护子圈有命中啊 明俊给我的印象就是 还有力量他们都去 他前进的时候 我区别防守你进攻的时候 你打不上我 因为我有绝对的力量 我抗计两名也比你强一些 虽然说你的这个技术稍微全面一些 从第一回合来看呢 两位打得也都比较的放松 是 就整个呈现的这个画面也比较轻松 是 看就这个摆拳 有点反应啊 尤其是在第一回合的 尼俊的体积全都有命中 两个人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是我们小组赛的第一轮 获胜的话集三分 输的一方是集一分 对学员请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 应该要把这个防守做好 尤其是对于拳法的防守 徐元庆也是他们这个顺远国际俱乐部重点培养的对象 在大级别这个级别当中 他们重点培养的 也有人说他是天才少人 因为在他过往比赛的这个战绩当中来看 他有着38战37胜的战绩 而且KO率超过一半 也有全民说他是死神方便的接班人 你看到本赛看到这里 你觉得他能够成为你的接班人吗 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超越我 对能够去像大家说的作为接班人 这样的话中国的搏击就有希望 尤其是大级别 我们非常欠缺大级别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大级别能够能够来参加比赛 能够超越我 哎刚才的这个 学员庆好像找到了一点比赛的感觉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腿法 就用脚尖去撩对方的下巴 这时候林俊没有像 第一回合打得那么的舒服了 对 学员庆是越来越能找到感觉了 就是他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 很聪明嘛 就是在自己在第一回合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哎第二回合发生了一点点这个改变 嗯 正能队控制距离 好我们看到 郭强对郭强在底下也很着急 自己的这个子弟 哦呦被对方又 摘了一个后置拳啊 学尽现在越打越放松了 找到办法 就上下去调对方 表示这个扫腿没问题 还是正能腿去干扰对方进攻的节奏 然后再用拳法去给对方中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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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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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腿 正能腿控制距离 打直动 打直动 啊这个时候 倒是迷俊现在没有距离了 对 徐元庆倒是越打越自如了 你看 这就被短击中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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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庆在这一回合这个镇东腿 是啊 控制的挺舒服 对 开水 打得很聪明啊 对 呃 可以说两个人各打了一局的好比赛 嗯 就徐元庆调整的还是比较快 是 经过第一回合之后 呃 第二回合明显的感觉到自如了 是啊 找到方法 对 就是能够把对方控制在中远距离 呃 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扫腿啊 正跟腿啊 而且他的拳法哎 忽然之间也能够找到一点点 是 还就这个 哎 哎呦 看就是这拳 对 哎 哦 哦呦 哦呦 这个 尼俊以为对方上来可能还用真的的控制自己 其实对方现在就大胆地可以去打圈 没有反应过来 提膝 去干扰对方 我们听到 郭强在喊 让尼俊不要 在意对方提膝 在意对方前腿 还是要鼓动去打拳 这个躲得很漂亮 仍然的用前腿去干扰对方 你看这样的一个提膝 就是让对方很不舒服 去进攻 好的 是不是能够打破对方的这种防守 又打空了 连续的 连续的进攻 连续的全马的进攻 遵攻 他可以很可以很自如的左右的这样的向架 传来 能不能再 有比 可以 能不能再 是 还 v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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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段时间稍微微被动 要做转身吗 后几拳又命中了 后几拳又命中了 后几拳又躲得很漂亮 两位在第三回合了 已经还能够有这样的体能 真的非常地不错 所以应该算是这个级别当中的脚脚子 走 走 走 先走 先走 继续一点点时间 好 有好的前摆身 走 两个人拼得很凶 对 尤其是在75这个级别 我觉得拼到这种程度还真的是不太常见 首先可以认可的是他们的 体能够多得非常地冲突 对 作为大级别 而且相当地灵活 尤其是徐元庆 他的这个动作的 正加的 反价的 正跟鬼 以及拳法的这个连续性的进攻 让我们眼前一亮 对 大级别真的很难得 我们看这场比赛 谁能够拿下三分 是啊 现在来看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七比三十 三号裁判 二十八比二十九 比赛结果 来 方 上 太阳天 好 太阳 Después 感谢观看